又是一年中秋将至 办了数千年中秋夜宴的嫦娥 为了能够增添一些新意 于是携玉兔下凡 奔赴人间寻求灵感 咱们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这中秋夜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赶紧找找灵感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以带回天庭 嫦娥姐姐 这个人他方方的 很特别 看看 跟他脑袋上的一模一样 月饼 姐姐快来 草莓流星 生打�烟烟 乌龙攀桃 攀桃能放进月饼 快记一下 回去告诉准备中秋点心的仙家 咱们也带大家尝尝仙 好的 姐姐 你说这是人间的新奇 细想下还挺有意思啊 这月饼还是月饼 但多了一些香甜 就好像有的事情虽然变了 但它其实没变 对吧 世人千千万万 这世间之道亦有不同 但听上宫雀和人间繁华的原点 都是那花好月圆 一切改变 都绕着团圆 万变不离其宗 大家彼此牵挂的心愿未曾改变 我听说 人间除了歌谣 连游戏都不一样了 你听说过猜表情符号吗 灯迷现在还要猜表情符号了 还是灯迷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知道这个 花好月圆 但是这个是 兔药丸 这是玉兔导药 导药导药 那这个 一杯红酒 还有个笑脸 是什么 喝了酒你的脸会怎么样 脸红 红颜 恭喜两位小姐 两队三道题 这是你们的奖励 好可爱啊 多谢 人间的红 原来早已是五彩斑斓的红 红颜的红 红得如梦如画 红尘的红 红到豪情辗转 赤壁的红 红出热血火焰 一个红色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 我现在非常有灵感 咱们赶紧回听听 姐姐 你先不要急嘛 我觉得这里还有 很多灵感 我们还没来得及参考呢 比如 刚刚那个月亮 你看啊 人间总是会在诗剧里提到它 用歌声去表白它 也会在 不同时期 不同场景 去借它传达 不一样的思乡之情呢 人间瞬息万变 而月亮 会给那些永至不忘的眷恋 送上永恒不变的祝福 是 这天上的月亮 虽然只有一个 可是每个人心中的月亮 却不尽相同 因为每个人都拥有着 不同的追求和向往 这样 才能呈现这个世界的多元魅力 月圆之夜将打根化作打蝶 姐姐 真的太好玩了 我也要把这一段带回去 我要让天庭变成敌体 这人间的中秋宴 办了上千年 行尸万千 这次天庭的中秋夜夜 也要有所不同 这次在人间看到了 这么多新颖的 过中秋的方式 有传统民俗的创新 有多元文化的融合 还看到了大家 对喜爱的事物 保持坚定的热爱 以及倾听到了 人间的各种心愿 真的收获不少 确实 这次人间帮了咱们不少忙 既然今天我们都到这儿了 不如我们将那赐福之礼 作为回馈给人间的礼物 我们把祝福 送给他们每个人吧 好 走 雅 就祝福 各种赐福之礼物 都在讲 idy 可